Yo! 我是 Jack 我是 Connie 看到我們這個組合有沒有想起之前的新西遊記呢? 其實我們回到香港已經有三個月了 哪至三個月啊? 四個月 我們今天拍片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紐西蘭自駕遊的心得 因為紐西蘭的巴士或火車的班次都不算很密 如果你想到處去玩看多些美景的話 自駕遊是一個很方便的選擇 事不宜遲 我們儘管講一下我們今天講的流程 好 第一個部分 我們是在一間叫做Omega Rental Cars的租車公司那裡租的 為什麼是這間公司呢? 為什麼是這間公司呢? 因為其實我看到也有很多公司選擇的 是的 有些是國際性的 而我亦都隔一駕之後發現Omega這間 是相對在我們選擇的日子比較便宜 而且因為我們找到它的優惠號碼 那就會便宜一點 所以如果你租車的話 記得上網看看那間公司有沒有這樣的優惠號碼 補充多一點 為什麼我們選擇Omega呢? 就是因為我們發現其實它是有這個免費接駁車 由我們住的地點去到拿車的地點 那這個你要自己檢查一下 因為不排除其他租車公司其實都有這個服務 但是我們這間Omega Rental Cars就有這個這麼好的服務 我那時候就是打電話去 然後他就問我住哪個位置 我是住Airbnb的 但是他就說 車子不去Airbnb 但是他就很好人地跟我們說 問我們在哪一間的酒店附近 那他就會派車去那間酒店那裡接你 那在說怎樣租車之前 我們說說我們租的車是怎樣 好 1 2 3 YA 那我們的車呢 就是Toyota的大概5人私家車 那個價錢就是租10天 然後包括保險 還有雪鏈 一天大概230元港幣 其實除了兩個人都是8多元 那我們選擇這車的時候 想過些什麼呢? 我們自駕遊嘛 所以我們行李很多時候都會跟著我們的車到處去 所以你要確保你的車的後座或者行李位 空間是夠放行李進去就可以了 除了行李位之外呢 我們都要注意車的CC有多大 因為其實我們在尿斯蘭駕車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遇到一些山路的 譬如我們在Tekapo 駕去Wanaka 甚至駕去Queenstown 中間都是沿著山路走 又要轉彎 又要上車 又要下車 那所以如果你的車是夠馬力的話 就會駕駛得舒服一點 價錢都當然很重要 你要考慮自己有多少預算 但我們剛才說的東西都很重要 講完怎樣選車之後 就講一下我們租車 拿車的程序是怎樣 因為這東西主要是我負責的 所以就等我來講 是的 其實當時我們認識到想要的車之後 就在網上選擇在哪裡拿車 租的時間 租的時間 租多久 在哪裡還車 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一開始在網站搞定 還有它會問你會不會想租雪鏈 或者GPS 我們當時是有租雪鏈的 因為我們是冬天去的 如果地面有積雪的話 有個雪鏈是會安全一點的 那怎樣安裝雪鏈呢 你就不需要害怕的 因為它會教你的 路車的時候它會教你的 而GPS 我們當時是沒有租GPS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覺得Google Map 都準確 我們就沒有用額外的錢去租GPS 因為我們都是貧窮的學生哥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你下載了一個離線地圖 那你出到街開車的時候 就算那個網絡不太好 你都可以透過電話的GPS 去定位 以及用一個已經下載了你的手機 裡面的地圖 去看看你自己在哪裡 好生氣啊你 還有呢 其實一定要買全保險 我們自己推薦 至少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有什麼事 開發了 或者一個不小心撞車的話 其實真的可能賠上幾百萬都不值 尤其是你是第一次在紐西蘭 駕車自教的話 有一個全保是必要的 因為在紐西蘭很多山路 亦都有可能 有時候會有些小動物跳出來 買了全保之後 就算你開發了一點點 回到去都不用你再賠些什麼 對 之後呢 就是要付錢 我們那時候是用信用卡付錢的 它會首先拿了你信用卡的資料 就未扣數住的 去到拿車那天 你檢查好車 那它才會扣數 拿車那天的時候 你要帶些什麼文件呢 帶你的國際牌 信用卡 還有你租車的時候 印給你那張訂單 那你帶上去 那就很方便 去到簽個名 檢查的車 它要你填 再填一些資料 這樣就可以拿車走 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你付錢之前 記住要檢查清楚的車 才好拿它的車 看看它的車 有哪裏是已經預先凹了 或者有些派發了 你要跟它說 那它會在紙那裏 在單裏 抹下 最好呢 就好像我們這樣 拿著手機 或者相機 圍著車 來一個大特寫 看看有哪裏是凹了 那你之後還車的時候 也有個證據 告訴它 我拿車的時候已經是這樣的 保障自己 保障自己 對嗎 我們還車的時候 就是拿一張單 給它 然後給它檢查 其實它也檢查得很兇 對 它好像也不介意 去還車之前 記住幫車入患友 這樣就可以了 對 希望我們的分享幫到你 遲些我們會再分享 在紐西蘭開車的經歷 以及一些注意事項 如果你想看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按訂閱旁邊的鈴鈴 下次出片的時候 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 如果你未看紐西遊記 記得去看看 記得看 記得看 記得看